看看新闻榜 习以为常的陷高门瞬间变身杀人 现在这个陷高门成了死亡门那种 哪个部门设计的 好大的胆子 淘宝店主怒斥国家工商总局 金牌背后是否有黑幕 奥运冠军告诉你真相 各位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东方卫视东方演 今天是2015年1月28号 是农历的腊月初八的第二天 本节目是由一车独家 冠名播出上一车买车无难市 我们都听说过情报门 宴兆门今天我跟你说的是杀人们 1月26号的时候呢 一辆这个旅游大巴在天津津坝公路与陷高门相撞了 已经造成两人死亡 多人受伤 事故现场 铁制的陷高杆如同切菜一般 直接削开大巴的顶部 整个车厢内仅剩最后两个座位没有被殃及 两名乘客当场死亡 多人受伤 悲剧 所有人其实都知道陷高的这个牌子 我再给您看一下 对 就是它 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天津这个你说这是个大悲剧 但是其实它不算新闻 因为这些年呀 这样的事出的太多了 好多车毁在这个陷高杆下 很多人死在这个陷高杆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用筋是惊心动魄的 我们可以指责司机 说你眼睛干什么用呢 对 你看不到这个陷高牌 你自己开的车多高 你不知道 就是 其实我们倒想说说这个 这个陷高的这个装置 它这个材料是纯铁的 纯钢的 纯钢筋水泥的 必须是 你为什么不做成豆腐渣的呢 对吧 这限制盘都做得这么结实 但是我们盖楼的时候 盖立胶桥的时候 都想办法把它做成豆腐渣的 这最妙的是哈尔滨那个 大家还记得吧 都不用车撞 上面停了两辆车 瞧就压塌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线呢是对的 你可以线哈 但是能不能做成比如豆腐渣的 纸糊的 提筋的啊 也就是个提醒的标志嘛 告诉大家这个地方陷高 但是不要让大家这个 无故遭殃 其实你刚刚说到这个陷高门啊 这个全国的网友啊 这个对于他的吐槽是由来已久的 很多抱怨我们来看一下吧 现在这个线高门成了这个死亡门了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是哪个部门设计的 我觉得这个线高门对我们消防部门是非常的有一定的限度的 因为我们的消防车最低都是3.5米 然后最高达到3.65米 所以如果你限高的话 会影响我们快速到达现场 我觉得那个消防战士说的那个我特别受触动 消防车就超过了你这个限高 但是你着火的时候可没考虑这个限高 哈尔滨最近的这个大火啊 对 牺牲了5名消防员 大家心里都非常难受 但是这个当时他这个消防车就被这个限高栏 阻拦在了这个火场之外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这个消息没有 因为阻拦住了 他只能绕行 这个限高门它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它是怎么出现的呢 是哪个部门批的呢 对 那么现在出了这么多事 这能不能把它改了呢 能不能啊 接下来这条新闻呢 其实还是跟这个高速公路也有关系的啊 说到浙江有一个司机对高速公路的摄像头 摆这个剪刀手的姿势 对就这个姿势 拔200块 我觉得他可能是想跟这个交警开个玩笑 跟这个摄像头开个玩笑 对 这个 太过节了嘛 心情好 但是这是高速公路啊 开什么玩笑呢 啊 那个车都非常快 你这停下来摆个姿势 可能就会出大事 所以这个交警罚你是对的 就这个姿势啊 罚你200 这也是你自己要求的 你看这就200嘛 是吧 你看这样呢 哎 500 你看这样呢 1000 那是风向盘都不在自己手上怎么弄啊 开车的时候不能打电话 不能不寄安全带 更不能犯傲 对 说的好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网友提问 崔老师 听说您什么都知道 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 是非常有内涵的问题 怎么样才能永保青春 你嫌我老 你就嫌我老呗 为什么非得话里有话呢 这个胡可特别可爱 我 我见过他 我从他身上能看到这个永保青春的这种秘诀 就是心态好 高兴 不要天天有那么大的压力 是吧 比如说这个今天春晚让不让我上啊 然后我是不是黄金时间呢 谁拍在我前头啊 谁拍在我后头啊 你在意这个有什么用 对 十几亿人里选你上春晚 是吧 就是春晚结束的时候 插广告的时候 你露一面 来一下 真的都很荣幸 所以永保青春的秘诀是保持好的心态 除了这事儿呢之外呢 最近的这个淘宝店啊 和这个国家工商总局又发生矛盾了 怎么这么多事儿快过年了 其实你是不是老在这个淘宝店上买东西呢 其实买的很少 是吧 你为什么买的少 哎呀我个人购买习惯吧 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去店里能看到食物比较放心 国家工商总局曝光的淘宝说 超过六成的货品是非正品的 不明白 正品你知道吧 知道 正品以外的都叫非正品 那我们太多非正品了 对 非正品和假货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不知道 但是淘宝官方又发布了 80后的淘宝店小二叫胡冰 他发了公开信 就跟工商总局网络监管司司长刘洪亮 就两个人就掐上了 他说他违规吹黑哨 这词都用错了 他不可能吹黑哨 吹黑哨的都在足球场和篮球场上 对 对吧 所以这个刘洪亮呢 就开始就是反驳他 工商总局呢 就发了这个白皮书 关于对阿里巴巴集团进行行政指导工作情况的白皮书 要求阿里守住底线克服傲慢情绪 有意思吧 他没说减少你们的非正品率 他说你克服傲慢情绪 你说到这个白皮书啊 其实我们的网友又一吐槽了 我们再来看段小片来看一下 我被工商总局欺负了 咋了 那那那丝说我卖假货 那你卖了吗 别人都卖假货 那你卖了吗 哎呀 他们说我没授权就不是正品 那你卖了吗 对 他统计有问题 那你卖了吗 我也打过假 你到底卖假货了吗 我老板是首富 怎么回事呢 听姆妹了吧 其实说的就是这件事 一个是这个淘宝网的店铺 特别多 然后购买量特别大 你不要店大欺客 这个意思 第二你老板是首富 比你有钱的人多了 对 你不要因为你有钱 就跟我国家工商总局过不去 其实我倒在这里面看到了特别多美好 这美好在哪 以前国家工商总局要批评一个店铺 你还敢还嘴 那你就是不想干了 对啊 现在你看他们敢据理力争 而且直接点监管司司长刘洪亮的名字 然后今天下午淘宝的官方微博说了 要投诉刘洪亮司长 刘洪亮司长你谈上大事了 要不这样吧 我们现场连线一个淘宝店主好不好 听听看他怎么说 你太小看我们中方眼了 来 现在我们连线马云 马云你好 你好 我是见错了吗 你好 亲有怎么能够帮到你的吗 那个 他也叫马云 您叫马云 不是我想找你们 没有我姓黄 我想找你们的老板马云 我们的老板马云现在可能很忙 我平时都见不到他 那就跟你聊聊吧 有什么呢 对就是 国家工商总局 说这个淘宝网非正贫很多 我直说了吧 就是说假货特别多 是这么回事吗 假货是有一点 但是特别多 新闻上报道的63% 是真的是太夸张了 对 据你了解是多少呢 我也不会知道是有多少 那既然你不知道 你怎么会说工商总局调查的不准呢 我大概有看一下这个数据 就是他们调查的有 有几十家嘛 那么 还有他们调查的对象啊 还有这个数据等的话 我觉得应该不是很专业啊 至少63% 我一听之下 我觉得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假货 就是他的 我们的眼睛上网 他的调查手法 随便按一按 或者调查样本不够 调查手法 样本不够 那是一定的 我觉得采访您啊 所以是不可能 采访您比 采发马云好多了 因为您说实话 您承认这个淘宝网上 有假的是吧 但是呢可能不像 国家工商组局说的那么多 但是到底有多少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质疑 你们的调查样本 调查手段有问题 其实我也可以做一个调查 非常简单啊 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您知道曲曼丽吗 不知道 我们那个摄像知道吗 知道吗 你看 就怕这个 你知道吗 2号机对 曲曼丽你知道吗 不知道 没有一个人知道曲曼丽 我的调查结果证明 整个上海 百分之百的人都没有看过话剧 你一红他下少兵 因为曲曼丽就是那里面那女特务 你觉得我这个调查手段怎么样 这个调查手段 你就跟工商总局差不多 采样一样 可以 你也会投诉我的吧 那 那当然如果我是曲曼丽 我一定投诉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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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 谢谢您 我觉得我们不卖假货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这是我们的底线 但是也不允许 是个部门 就拿大棒吓唬我们 随便做个调查数据 就吓唬我们 要不我们先放松一下 看个片好不好 行 来 看看吧 您好小崔 您现在是 今天准备是回北京过年 还是 在上海过年呢 把我这个行踪 了解得很清楚 我觉得哪儿雾霾少 就在哪儿过年 最重要的是 什么叫过年 就是跟自己的父母 妻子 儿女 我没有儿子 就是在一起过年 这个就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 我父亲都八十多岁了 其实 比如说我回去不回去 跟他过年都无所谓了 为什么 因为我父亲都不认识我了 真的 他都不认识我了 那我说 爸我回来了 爸过年好 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他只是冲我笑 对 但是有时候我会发现 他在那个屋子里 就看一个挂历 就是当时我在那个 中央电视台工作的时候 不幸被印上了挂历 有一篇是我的 那都好几年了 他老盯着那看 他知道这个是他儿子 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是他儿子 那我就 我觉得怎么孝顺他呢 我想了一个特聪明的招 我今年自己印了一本挂历 12篇全是我 让他每翻一篇 就是他儿子 每翻一篇就是他儿子 其实我觉得你还是 更应该多回去北京 多看看老人 这个 除了看看老人之外呢 但是东方演这份革命工作 更重要 你都不信 因为我听说北京要阅兵了 你知道吗 对 我听说了 想看吗 想看 我还在那个 天安门城楼 那个旁边 就那个管理台 后面 有一个居民院 那个电视里 看过真正的阅兵 特别壮观 我们先通过 壮国威 壮军威 行 我们先通过一个片子 我们先来一起来看一下来到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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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个画面 我看这个画面其实我挺激动的 嗯 嗯 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做口述历史吗 嗯 我们一定要访了六百多个老兵 嗯 这里面有一半都离开我们 嗯 嗯 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老兵 参加阅兵 参加阅兵的时候啊 他们不会像我们看到的这个 陆军方针 海军方针 空军方针 嗯 那么年轻 嗯 那么英姿洒爽 走得那么整齐 嗯 他们可能有的要坐轮椅过去 嗯 但是我特别希望今年抗战胜利 七十周年的这个阅兵式里啊 有一个老兵方针 哪怕他们都是坐着轮椅 都是有人推着 也证明我们没忘了他们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去采访那些老兵的时候啊 嗯 当你跟他聊起过去那个枪林弹雨啊 嗯 他就是一个农民 就是一个老人家 眼睛里都没神 就是很很 很平静的跟你讲 嗯 他的那个生死的经历 嗯 但是最后我们都是说 爷爷 您再进个军礼吧 就那一瞬间啊 你看那个老人 开始进军礼的时候 他的那个眼睛就发亮 我们我们经常问他说 你想要什么待遇 你希望国家给你多少钱 嗯 你希望国家给你建什么样的养老院 或者建什么样的房子 他们说不要 就想让国家承认我们 参加过抗日战争 希望国家给我们一个奖章 所以你知道 有很多志愿者哈 嗯 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嗯 成立了这种 关爱老兵的这种组织 他们民间 就做了一些这些纪念章 送给那些老兵 真好 这老兵 看到这个民间做的纪念章哈 他觉得跟中央发的是一样的 天天呆着 舍不得摘 真好 所以要说我的期待啊 今年 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上 最希望看到的是老兵方针 好 我们来看一下小崔提问 崔老师 听说国家体育总局 最近要取消金牌排名呢 这事是真的吗 关于国家体育总局 以后取消这种各种金牌榜 嗯 这个是真是假 嗯 我估计是真 因为它是一个正式发文 嗯 但是取消了这个金牌榜 它有什么意义呢 嗯 体育我和马杰都不是行家 我们请来了世界冠军 乐敬仪 广告之后 听听她怎么说的 说运动员不说金牌 那就还不是不请运动员来呢 嗯 嗯 有的时候我们辛辛苦苦 就是为了 要夺到这块金牌 对 拿金牌嘛 证明自己的实力 嗯 证明自己的训练能力 对 现在那个国家体委 要取消这个金牌榜 嗯 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那我觉得也挺好 好在哪呢 嗯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吧 就是说 对运动员来讲 应该是不会有说 有什么多大的影响 因为 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 他就是为了去拿金牌嘛 他已经不在乎说 今天这个金牌榜上 今天上海有多少块金牌 北京有多少块金牌 其实 当然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说 那个拿金牌是为了国家 为了这个为了那个 嗯 那其实我觉得哈 更多的还是为自己 因为我要证明自己嘛 嗯 证明自己的实力和能力 对 诺俊宜是优秀运动员 然后是个聪明人 他话里有话 你听出来了吗 他说 其实作为一个运动员 他不在乎这个金牌榜 不金牌榜 什么意思啊 嗯 是体育总局 和各地体育局的领导 他在乎 是这意思吧 我没说 对 我觉得我挺害怕的 为什么你不敢说这个呢 不是 我刚才在底下 我听见你那个采访马云 我就觉得您特害怕 我就特害怕 我就怕你问一些这种 那个这个领导的这种问题 是因为我都问到点 好吧 那这样 我说 嗯 因为省得你得罪人是吧 没有 我说呢 你要觉得我说的对呢 点头 嗯 你连头都不用点 他们找你了啊 我说的对你就不说话 我说的不对 就马上反驳我 好不好 嗯 奥运金牌 亚运金牌 对这个各省呢 没什么用 因为它全运会的时候呢 它就是说奥运金牌给你一块算两块 也就是你金牌总数能提高 意思不大 重要的呢 是全运会那个金牌 因为全运会金牌得的多 就证明你这个省的体育抓的好 然后省里给你拨的经费就会比往年还要多 而且 而且运动员都全力争全运会的金牌 那个金牌的奖金是30万 它不如奥运会的50万多 但是它为什么还要争呢 因为它不争 它这个省体育局的这个领导 就不可能再往上升 它省里的体育经费就有可能往下减 所以为了争这个 各省体育局那是不择手段 比如说收买裁判 收买对手 像优秀的女员参加比赛的时候 他们连别人提供的水都不敢喝 甚至自己助手拿着水他都害怕 因为他一定要自己拿着自己的水 否则会有人给他往水里下巴豆 或者有可能查出来是兴奋剂 那么为了让对手不出好成绩 有几招 一个是提前给钱收买对手 反正对手也没有争金牌的实力 那么对手就做一回好人 还有破坏对方的器械 比如把对方的皮划艇扎个孔 让对方的自行车变个型 反正全运会是为了得金牌 那是不择手段 你都同意是吧 我都听傻了 我也听傻了 你没说话 我看你刚刚说了说不反驳就表示说你同意 我太哭了我觉得 我太哭了 因为我是想 我这么解释一下 因为我这个项目吧 就是其他项目呢 其实我不是很了解 因为我这个项目嘛 就是这种事就 基本不太可能发生 但是您说的那个兴奋剂的事吧 就您说对了 比如说我以前当游戏员的时候 这样的水杯我是不会喝的 你现在喝嘛 我现在是可以 但是我当时像这种水杯我是不喝的 矿泉水啊 就比如说我打开以后我喝完一口 我放在那我去出去溜达一圈 我回来我这瓶水我也是不喝的 意识都会有这种意识 这就是自己的一个保护的意识吧 当然不是说别人要害你 但是我得保护我自己吧 但是这正常的 那肯定江湖上有这样的传闻 你才不敢喝的 对吧 你看 你看我这么就敢喝呢 那我现在也敢喝啊 对吧 我现在也没事 你是什么项目的当时 我 我是游泳啊 对 这我能不知道吗 对吧 所以说游泳的根本就不传什么击重 游道 自行车 田径 不传他们的事 只知道我们自己游泳的 黑幕就行了 是吧 得知道点啊 不是 我都不敢 我现在就是想说我是说话呢 还是不说话 你是我们请来的客人哪能让你这么为难呢 是这样代表上海市参加押营全国运动会的时候 要防止一些什么呢 我又要回来了呢 这有什么难呢 就 肯定是把我当坏人了 我没有 她是这样 她是说 当你代表上海市参加全国运动会的时候 你不要想你自己是乐景仪 你是上海运动员的代表 所以你要表现出上海这个城市的这种教养 风范 训练水平和运动水平 对不对 对 那你害怕什么呢 不是 对吧 我说你没错吧 她就好奇 对 还要注意 喝过的水 如果你离开了 回来就不能再喝了 谢谢乐景仪 谢谢 就是她今天的演播是体会了一下 就是说实话有多难 胡说八道有多辱密 我今天说的都是实话 对 我说那个不一定准 我瞎猜 如果说错了 请大家原谅 发一千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乐景仪 好 接下来还有问题要问你的 好嘞 崔老师 你好 我是马天宇 因为我们要参加花样姐姐这个节目 所以我带了几个姐姐去土耳其去旅行 那旅行肯定要面临着时差的问题 所以我想问一下 你是如果出国的话怎么调时差的 我很着急等待这个答案 在线等 哎呀 马天宇算是问着了 嗯 我绝对是行家在这方面 对 而且她问这个国家特别好 土耳其 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跟咱们的时差是12个小时 嗯 所以我到那儿特别适应 因为她晚上的12点是咱们这儿的凌晨 4点还是5点 那就不是12个小时差 这不是12 12 13 你帮我算一下 我这数学实在是不好的 我也算不过 反正她那儿晚上12点 是咱们这儿凌晨4 5点 对 正好是我每天睡觉的时候 对 所以你不用调时差 我到土耳其是绝对不用调时差的 嗯 那么马天宇因为她可能 呃 年轻演员嘛 要保持自己的皮肤身材 嗯 她肯定是按时吃 按时喝 按时睡 嗯 那么你怎么样调时差 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你现在在国内 你先调成土耳其是差 就你每天凌晨早上4 5点睡 到那以后呢 对 你就不会再有时差了 但是我告诉你可能有个 有个悲剧 你花样姐姐哈 有可能 临时改成伊拉克 你又惨了 嗯 今天的东方演就到这儿了 说的不好 请大家多包涵 没关系 广告以后呢 你们能看到一个新节目 金星秀 今天是第一期播出 精彩的呀 等着看吧 东方演明天见 明天见 谈谈话题讨论区 关注东方外市集东方演的官方微信 并发送你想说的话 与中国